这家伙,子晴有些气恼,这样的百里尾声不正常地令人不知所措。 嗷嗷嗷,熊宝使劲地喊,却始终没有回声。 这么个身剑虽然大,但是熊宝的吼声足以贯穿整个身剑了,百里尾声是绝对听得到的。 终于,在熊宝要吼的时候,君北月拦下了,大喊着,"百里尾声,你知道水域单身长什么样子吗?" 这话一出,在身剑里疯狂寻找的百里尾声突然震了,只见他表情有些僵,攀在石壁上的手无声无息,悄悄滑落。 静子清合了几声,这才缓缓凌空而出,他不知道。 一出身剑,只见子清和君北月都在翻白眼,而熊小宝非常同情地递给他一副从大夫那儿拿来的图,窃窃地说,"书兄叔叔,要不你先看一看吧,"咳咳咳咳咳,呃,好啊,"百里尾声都没有敢看子清和君北月,接过图纸,然而子清和君北月却瞬间从他身旁飞掠而过,没入药骨身剑。 百里尾声分明听到,君北月在掠过他身旁时,留下了两个字,白痴。 百里尾声真愣了,这才发现自己真心很白痴啊,自己这是怎么了? 书兄叔叔叔,我照顾小生,你下去找。 熊小宝好心提议。 百里尾声这才缓过神来,将百里尾声放下,急急追了过去。 然而,一入身见,便看到子清和君北月在左右两边石壁上分头寻找。 我从底部找上来,百里尾声说着,也没有敢看他们一头要往下栽。 谁知就在这个时候,不远处的子清却陡然一声惊叫。 整个人像受了什么惊吓,猛得弹开。 君北月几乎是瞬间到他身后将他抱住,而百里尾声也瞬间抵达,挡在他们面前。 两个男人警惕的样子,好生肃然。 怎么了? 君北月低声,前面石壁上什么东西也没有啊? 子清这是怎么了? 有人! 子清惊慌未定,刚刚真的被吓到了。 他分明看到一个人贴在石壁上,掩在药草中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他。 那种目光,简直比君北月此时的目光还要严厉,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 秦瑟二老都说这里没人的,可是他绝对不会看错。 子清非常确定他没有看错,可是就瞬间而已,人却不见了。 他的眼力并不差,而且君北月几乎是瞬间赶过来的,他也不可能看走眼呀。 可是,人呢? 有人? 萧婷婷,你不会是看走眼了吧? 白离卫生狐疑着,四处查看了一番,什么都没有发现。 错不了,一定在这附近,是个老人家。 子清很肯定,白离卫生同君北月相视一眼,似乎都察觉到了什么。 两人不约儿童齐齐退开,君北月护着子清后退之后,第一个动作便是将他护在身后。 而白离卫生在背后的双手早已勾成爪,眼底竟是很绝。 这个人,竟能瞒过他和君北月的眼睛,必定不简单,他们只能听到呼吸的声音,根本看不见。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冷沉的声音却传了过来。 哼,年轻人,耳力不错呀。 这声音,人就藏在石壁里。 少装神弄鬼。 君北月冷声,猛得一挥袖,瞬间让石壁上所有藤蔓纷纷断裂掉落。 而就在这时,却见一道人影,凭空出现一般,追着那些掉落的藤蔓而去。 三人立马分三个方向,追下去。 然而很快,绿影却不动了。 子晴他们三人,将他包围住,停下。 这时候才看清楚这个人,竟是一个身着绿衣的大叔。 五十多岁年纪,碰头垢面。 衣服上,头发上,甚至是脸上,都长满苔藓。 怪不得他藏在石壁上,子晴会看不到。 女是什么人? 百里卫生立生。 谁知,大叔竟然冷笑起来。 年轻气盛可不是好事,你们不是要找水域单身吗? 那,就在这里。 这东西一旦掉下去,可就永远也找不到了。 这个时候,子晴他们才清楚地注意到大叔手上的东西。 认真一看,果然是他们要的东西。 子晴正要开口,谁知百里卫生丁立马改口。 大叔,刚才实在对不住,这个东西呢,我们是要拿来救人的,你能不能? 不能。 大叔打得很干脆,语气极冷。 这是琴瑟海谷的东西,给不给,你说不上话吧? 君北月可没有百里卫生那种能耐。 谁知,大叔却冷笑起来。 那得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离开这里。 百里卫生立马乐了,还是好脾气,笑呵呵地说。 大叔,你的意思是我们得用抢的了? 杀人越货这种勾当,百里卫生很乐意干的。 大叔没有回答,而是冷冷地看着他和君北月,缓缓将水域单身,往袖中藏。 想藏? 百里卫生正要给君北月使眼色呢。 谁知,君北月的动作却快地令人缓过神。 两道锋刃,齐齐冲大叔双手打去。 大叔要么反手,要么只能躲,根本没有时间藏水域单身。 大叔选择了躲避,一个大侧身闪开。 君北月唇盼勾起一抹不屑的弧度,单单一手就挥出无数道锋刃, 几乎将大叔整个人都包围了。 要躲,根本不可能。 大叔被逼出手,一手拿着水域单身,一手挥挡锋刃,身体还不断在原地左右侧闪,前后抚养。 见状,百里尾声乐了,立马出击。 随手念来身边的树叶为暗器,一道道标出,专门打大叔拿着水域单身的手。 这两个男人,真心好卑鄙啊。 大叔的能耐不错,可是能耐再好,也抵不上一个天才君北月,加一个奇葩百里尾声啊。 很快,他便招架不住了,拿着水域单身的手也用起来挥挡暗器。 紫青知道,一旦他的手举起来,他的机会就来了。 果然,百里尾声一道道暗器,全往下飙射,大叔被逼得不得不抬起手来。 紫青相中时机,一道锋刃,狠狠弹中大叔手腕。 这一锋刃,天晓得有多狠,大叔就慢哼一声,大手无力,水域单身,立马掉下来。 君北月随即一把虚抓过来,顺利将水域单身,收入囊中。 你们,年纪轻轻竟然这么卑鄙。 大叔气劫,终于抽出一把双刃剑,一分为二,左右手接持剑,冲君北月和子晴杀过来。 君北月和子晴立马分开,同百里尾声将大叔三个方向包围起来。 大叔气势汹汹,眸光凶狠。 不把东西放下,谁都休想离开。 百里尾声笑了。 大叔,你放心。 这里的宝贝一定不少,我们没打肯走。 这大叔一看就是久居此地之人,必定收藏了不少,甚至连秦色二老都不知道的珍贵药材。 百里尾声可真心不想走。 君北月心情似乎不错,大开金口复合百里尾声。 把药材都交出来,否则休想我们离开。 这两个人一人一句,气得大叔威风扫地,险些脱鞋。 你们,兔崽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你们。 说吧,立马持剑杀来。 左右两手竟相当灵广。 一剑攻击君北月,一剑攻击百里尾声。 可是,纵使着大叔再厉害,终究是一个人。 子晴在一旁看着,眯眼笑得可甜可甜了。 人多欺负人少嘛,很方便。 他一个凌空翻身,立马落在大叔背后,束手轻轻扬起,一道锋刃就在指尖。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大叔立马大喊。 臭丫头,等一下。 话音一落,子晴杨笑,锋刃依旧打出,就弹在大叔肩膀上。 疼得大叔立马抱住肩膀怒骂。 臭丫头,老子都喊停了,你们还想怎么样? 不好意思,手太快没收住。 子晴笑着回答,不打伤这大叔的手臂,天晓得他会不会算计他们一把呢? 如果不是他们人多,要收拾的大叔似乎不太容易,他的双剑也很厉害呢。 而且,这身剑还是他的地盘。 这个人在要鼓身剑这么久,琴瑟二老居然不知道,必定有蹊跷。 子晴如是想着,漫不经心弹出一道锋刃,啪的一声,打在大叔另一手臂上。 吓! 大叔目光陡然变得凶狠,狠狠转头瞪过去。 臭丫头,你找死! 然而,当大叔认真看到子晴的时候,却突然正了。 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了一样,一动不动,目瞪口呆。 这丫头…… 这丫头…… 双臂街上的大叔没有什么威胁力,子晴没有后退,反而靠近质问。 你到底是什么人,躲在这儿干嘛? 面对子晴的厉声贺问,大叔置若罔闻,瞪大双眸盯着子晴看,确切地说,是盯着子晴的脸颊看。 很快,子晴就发现不对劲了,他警惕地往后退,君北月和白礼伟生同时过来。 见大叔那神情,也都纳闷了。 纳闷之余,君北月更多的是不高兴,不管是什么人,他都非常讨厌别人这么盯着子晴看。 君北月一把搭在大叔肩上,冷声道, 走,上去。 谁知,大叔一点反抗都没有。 楠楠出声道, 丫头,你…… 你…… 你是孤岛遺孤? 这话一出,君北月的手立马僵了。 子晴和白礼伟生皆是震惊,怎么都没料到,这大叔会冒出这么一句话来。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怎么知道? 子晴激动了,如此轻易认出他是孤岛的人,就凭他这张脸吗? 怎么会? 这个大叔,他到底是谁? 然而大叔却没有回答,而是猛地上前要碰子晴的脸。 君北月立马拽住他, 你到底是什么人? 大叔还是没有回答, 痴愣愣地看着子晴, 忽然之间, 眼眶里就饮满了泪水。 丫头, 让我看看你的脸, 你全裤上改着人皮面具, 对不对? 你脸上有毒巴, 对不对? 人皮面具? 毒巴? 他居然看出来了。 在独兽世界里, 怀着熊宝的时候, 子晴的毒巴就消失了。 原本以为自己被养成人骨的体质, 所以毒巴消失了。 可是, 当熊宝出生后, 他却发现, 脸上的毒巴一点点出现了。 直到现在, 人皮面具之下, 还是那道完整的毒巴。 这件事, 他渐渐都忽视了, 从来没有多想, 也不曾提起。 没想到今日, 竟被一个陌生人一眼看出来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快说呀! 子晴急了, 面对眼前这个满眼血丝的大叔, 隐隐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让他十分不安。 可是, 大叔却比他还要着急, 窦然怒声。 你让我看看, 马上! 莫名的, 子晴竟然乖乖地缓缓地掀起了 犬骨上的人皮面具, 只见一道图腾形状的毒巴 渐渐露了出来。 君北岳和白李伟生相视一眼, 皆是一脸复杂。 而大叔却激动地连连摇头, 更也不能语, 泪盈满了眼眶。 丫头, 你娘, 你娘可是, 可是名满大洲帝都的墓词。 子晴正了, 这一刻只觉得自己的心突然变成溢碎的玻璃, 甚至整个人都成了玻璃, 小心翼翼地就连呼吸都心惊胆战, 生怕一个不小心, 心就碎了, 人 也碎了。 这个大叔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一眼就能认出我, 为什么叫得出我娘的名字? 子晴不敢想, 真的不敢, 生怕猜错, 失望了, 会让自己的心如琉璃般粉碎。 可是, 她却怎么都忍不住, 忍不住去想, 大叔, 你可是我苦苦寻找已久的, 家人。 子晴不敢问出口, 君北月和百里尾声却都急了, 前辈, 你, 你是, 前辈, 你倒是说呀。 大叔却直疑问子晴, 丫头, 回答我, 你娘是不是穆慈? 子晴立马点头, 毫不犹豫地重重点头, 是, 我娘就是穆慈, 大州秦坊最有名的秦师穆慈, 倾国倾城的穆慈, 大州第一个以秦妻身份 嫁入侯门的穆慈。 清磊终于缓缓从大叔布满风霜岁月的眼角躺了下来, 只是他还是固执地问, 他, 他现在可好。 这话一出, 子晴顿谁热泪盈眶, 没有回答, 却一直摇头。 现在? 娘亲没有现在, 而过去, 记忆里他过得一点都不好。 秦妻的出身, 相府喉门中, 能长久过得好吗? 宠妻一时, 冷落一辈子呀。 而当男人冷落你的时候, 他身旁的女人, 必定是会找上门的。 我娘亲力走前告诉我, 天下男子皆爱美貌, 皆薄性, 我生得丑陋, 又偏偏身为庶女, 第一人一等。 他能给我的就这么多, 永远不要撕下脸上的薄膜。 子晴哽咽的不能成声, 冤北月无声无息, 只从身后静默拥住他, 才停止他的颤抖。 然而, 大叔却惊了, 木, 木慈的, 他病逝了, 十多年前就病逝了。 子晴哽咽道, 大叔愣了, 两行青泪迷迷而下, 瞬间仰头, 悲愤大吼。 这吼声久久不断, 是撕心裂肺, 都不足形容的痛苦。 木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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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断重复那个女人的名字, 是吼声, 也是哭声。 只是, 哪怕是汉子的哭声, 都无法穿透时光, 穿过那十几年的岁月。 木慈他听不到, 他永远听不到。 他曾经用生命去爱的男子, 终于喊他了, 哭着喊他的名字, 可是他永远都听不到了。 无需再问他是谁, 除非父母, 唯有挚爱之人, 才会如此丝生历劫地呼喊你。 他是木慈的爱人, 一定是的。 绝明子, 君北约淡淡出生, 一直以来, 别说是他, 就连薛云离歌和怡妃他们, 调查的都是木慈的身份, 却不知道, 木慈, 其实就是个音律天赋极高的琴师而已, 绝明子, 才是孤岛遗孤。 而他是, 是孤岛遗孤, 敌亲血统。 琴瑟山谷的一切, 琴瑟二老知晓的往事, 绝缘黎歌调查到的, 都蒙蔽了大家的眼睛。 都说木慈, 在琴瑟海谷被绝明子救起, 带来了无征和血征。 然而, 这两把琴还有离伤, 原本就是绝明子的吧。 都说绝明子心系医术, 忽略了木慈, 木慈才离开了琴瑟海谷。 真相必定不是这样的。